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弟们若知晓照片由一位师兄拍摄 会不会喊一句 这死谁呀 眼睛瘦快的呀 在没有人大女神的高校 师姐们自会长起一天天 俏丽师姐们的清纯上阵 向师弟们抛出爱的呼唤 您觉得是福建的姐姐艳丽 还是西南民大的妹子俊俏 亦或是电子科大的姑娘修雅 还是闽南师范的学姐可爱 倘若您对姑娘不感兴趣 清华的热血师兄同样欢迎您 只不过看了同济的主业军刊登的图片 或许就只能说一句 祝同济招生好运 近日 一条乘客与空姐激情对骂的视频热播 据称是航班因天气原因延误 男乘客要求了解详情未果后 遵与空姐发生冲突 其他乘客不仅为劝阻 还集体起哄拍照 其实啊 看似光鲜的空姐 是清洁员搬运工服务员 伺候不好乘客要被打耳光被泼果汁 被指着鼻子骂 有网友就调侃称 陕西一省部机关员说 当官是高危行业 空姐都笑了 同样是航班延误 外国人的表现或许会令国人自愧不如啊 想比之下 动不动就骂空姐 被跑到蓝飞机的一些国人 真是把人从地上丢到天上去 若真有外星人呀 英国可能是最安全的降落地点 英国有UFO吗 这个问题连英国国防部都懒得在调查了 据解密资料显示 英国国防部早在2009年 就已经撤销了有50年历史的UFO调查科 因为关于有人看见UFO的报告 无疑表明有外星人存在 此前中国一男子更曾称 垫死了外星人 最后证明只是无中生有的炒作行为 用120块钱制作的假外星人 就想引起星球大战 网友大呼 您这智商真让人猪击啊 不过53岁的英国议员西蒙·帕克斯 可能要表示反对了 因为他就公开承认 自己有个身高近3米 只有8根指头的外星情人 一年投情4次 并且有了死生子 和面对国防部的权威论断 这位议员该怎么向公众解释 那段星际偷情呢 或许向妻子乖乖坦白最重要 1994年 10年19岁的聂树斌 被指控为一起奸杀案的凶手 次年被执行死刑 10年以后 奸杀犯王淑金被捕 在法庭上当场承认 自己才是真凶 但检方却为王淑金做起了辩护 称该案非他所为 一桩案件历经10年 变成了奇案 一案两凶 难怪律师称 整个审判就是一场闹剧啊 整个庭审仅用三句话 足以总结 人是我杀的 是他 不是他 与聂树斌相比 浙江萧山悬案的 五名男子是幸运的 服刑17年后 他们终于获得平反 但自有的代价 是曾多次遭到刑讯逼供 有人不堪折磨 甚至试图咬舌自尽 如今浙江高院已经启动再神 五位曾经的凶手表示 期待公正判决 那么 关于聂树斌案 公众能等来 真相大白的一天吗 appe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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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像画面 Poor 能得毕 Videos 傻到 igkeiten 猪